您好 欢迎收看5月19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 我是肖佳慧 新冠疫情持续丘陵市爬升 花莲19号新增确诊1345人 同时花莲卫福部玉里疗养院爆出院内群聚感染 已经有373位住民染疫 防疫记者会县长徐真卫进行相关说明 花莲县19日新增了1345人 累计确诊病例18575人 县长许真卫表示 偏乡巡回医疗疫苗施打共3539剂 施打率81.3% 并感谢各地村里长以及卫生所人员的协助 从一村一村的每一个村扎扎实实的去打 所以一共打出了3593剂 3539剂 谢谢村里林长还有各个乡镇长 所以在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13乡镇 因为我们这样子打的循环医疗之后 我们可以看到全国的施打疫苗的覆盖率 我们的三剂三剂全国的已经到82% 那花莲县我们在这次这样的循环医疗的施打 已经到了81.3% 卫生局长朱家翔指出对于布立荣院遭爆料 是对于医护人员的努力的伤害 大家应该要多多支持与鼓励布立荣民医院 要爆料之前先查证 要不然的话任意爆料 对于我们的努力工作的团队来讲 是一个非常大的伤害 早上跟布立环理院王院长通过电话 他对这样的爆料 其实当然我们还是正面的面对 但是我想对他们团队来讲 也是很大的影响 到目前为止可以看到 万里医院区总共确诊人数是216人 中间包括住民291人 跟工作人员25人 这到昨天5月18号为止 在院本部的部分 确诊人数是37人 住民是29 工作人员是8 西口医院区确诊人数比较少 只有20人 工作人员比较多 18人 住民只有2 所以到住民的目前来讲 这个控制比较好 身为处长陈家傅 对于确诊者的防疫补偿 申请进行详细说明 防疫补偿金的一个资格 就是第一个 你要接获居家隔离 或集中隔离的通知书 那第二个呢 是本身没有违反隔离的规定 比如说 给你指定处所以后 你没有善自坏出 就乖乖地待在隔离的一个处所 第三个呢是隔离期间 没有领取薪资 这个部分很重要 所以原本没有工作的 也可以来领 就是说 你本来有固定工作的 还有固定收入的 那你在这一段时间 是没有领取薪资的 所以在这名文件上呢 到时候也要拜托 各位相亲朋友来配合 记者林杰 花莲市采访报道 林杰 ! 万